哈喽大家好 欢迎到YA Diary 2023年新年快乐啦 新的一年开始 各位手帐控还有文艺控好朋友们 就可以开始使用 新的一年的手帐还有新日历了 那我们也会分成 两支影片来分别介绍 我们在2023年会使用到 什么样的新日历以及我们的 手帐安排 那我们就在新年的起点呢 一起来好好的看一下我前面摆放的 这些新朋友们 他们里面呢有几本是我自己购买的 那有一些是我朋友们送的 我们就在现在这个时候呢 来近距离的好好观察 他们一下 我们来看到的是这本 日日游影 2023 这本是我最最喜欢 列入到年度满意度第一 也是今年唯一恒流涨的日历 来自酿电影出品的日志游影 先看外壳 黑底纸盒搭配图纹烫银技术 而且这个颜色啊 我觉得它不是单纯的银 而是带有一点香槟色的感觉 加上它来标题的内容选择啊 散发文艺气息 所以整体就很优雅不俗套 那我们打开来看 有一片白色烫银的底座 用来安放日历 再来是主角咯 它直接呈现出电影院的大萤幕效果 16比9的尺寸 就是电影画面的呈现 上面的黑布胶胡头 那侧边还有小标题 阳光、水、空气和电影 那这应该就是电影迷的生活标语了吧 把这个电影啊换成文具 就是文具控的成分了 那我们小心打开 迎接一整年的桌上电影院 我们会先看到月份的标注 在这12个月份当中 会有12位插画家 或电影量身打造属于他们的插图 那我觉得这种设计的困难点是在于 动辄一两个小时的电影 会有不少的经典、镜头 要怎么样去选择一个代表性的画面 需要非常用心的去感受这些作品 比方说1月1号是由海上钢琴师打头证的 各位觉得这样子的画面 有没有符合临心目中海上钢琴师的意象呢 那下方是每一天请一位创作者写下影评的文字 有可能是他的观影感受 也可能是从中获得的一些启发 总之整本有超过100位的创作者来书写 右下方标注日期 还有hashtag 可能是当天的节日 又或者是和电影幕后相关的小彩蛋 我们的带特别翻到12月10号人权节 这一天的主题是 谁先爱上他的? 这一天的文字啊 就是由这一部作品的导演来书写 旁边的hashtag 就是和贯穿整部作品的那一首歌有关联 整体搭配和连贯性非常优秀 再来看一下5月30号 这一天的电影 真男的恋爱字典 是改编自小说作品的日本电影 hashtag的编周计划 就是从原作的名称而来 男主角是编字典的人员 所以在满满的资料当中看见他的身影 很符合电影应该有的形象 那刚好 男主角又是一个不善言辞的人 所以这里的文字搭配就很切合 非常巧妙的安排 那其他页面也同样很精彩 随意地翻几页给大家看 来体会一下其中的美好情境感 有了这本日历 等于365天 每一天都可以稍微认识不同的电影 买了之后啊 我真的非常非常的惊喜 成为我心目中的今年之最 再来看到这本也是我购买的 就是这本 2023植物凋零力 这本气质绝佳的美好日历 纯埃色外壳 没有什么烫金烫银 它是刷上了一层珠光白 可以隐约看到logo 还有上方的文字描述 这种纯净感 我会觉得它带有一点点禅意 打开来看 就是日历的本尊 它使用的装定方式 是可思式的布糊头 底座摆在下方 把它组装完成之后 直接把日历跨上去来摆放 从封面来看 这里的白花意义是说 花之所以美是因为会经历到凋零 这句话就感觉没有佛教中所提到的 生老病死概念 人类出生和花朵绽放是一样 在一出现之后 就开始走向凋零 一个又一个的循环 所以每个瞬间都是很珍贵又美好的 那我们就以这种纯净的心情来翻开 每个月刚开始会有一张小月历 那1月1号这一天 最直观的就是可以看到这一朵大梨花 上方是日期还有节日 左右两侧是植物的学名 还有中文的名称 下方会有不同的心情手语 这些文字都是创作团队所写的内容 并不纯然是那种正能量的风格 像元旦这一天啊 就很像是一种个人的体悟 我们翻开12月10号 这一张图片是脆珠 看起来蛮浪漫的小丑丑们 下方的文字蛮能对应到现今的国际社会 我会解读成是要有同理性的概念 比方说恶物战争造成的伤亡 社会案件或天灾导致的伤心事件 他希望我们是要可以感受这样子的情绪 也很符合人群节这一天所带出的意义 再来看一下5月30号 这一天是班春兰 语录内容在我读了之后 我会认为是想要让我们去感受生活中的所有事情 当你可以感受到所有的事物 那生活给你的反馈 就会更加的多元化 那最后我们也随意翻个几页 一起来体会有温度的图片和文字 这本日历除了色调排版 还有选题上 具有时尚的气质之外 我更喜欢在看完这些具有产意的图像之后 好好解读底下的文字 它经常可以带给我们一些那种抒发的感觉 看完之后 我会觉得心境更加的和平和稳定 有没有发现我讲这段话的时候 变得很祥福呢 这大概是我从这本日历当中所感受到的能量吧 我们来看这本 营业长大动物日历 它的标题很可爱哦 叫2023你有看见我妈妈 长期关注动宝议题的窝窝 新田推出了岛屿共居动物日历 这一次是打造了这本小可爱 你有看见我妈妈 封面盒是以马来摩的小孩赖萌 但是呢你把盒子打开 哒啦 妈妈出现咯 这个设定很可爱耶 让小孩找妈妈 然后妈妈就出现了 而且因为母子长得很不像 所以小孩还问他妈说怎么会长成这样子 真的是很诡谐可爱哦 我们把日历的本体拿出来看一下 这是一本可以挂起来的日历 在这个边角的部分啊 有设置丝线 帮助我们可以丝得更整齐 好 我们来看一下内页 原蛋1月1号 是一只小小的禽鸟类 下方提供三个线索 要让我们猜一下是什么动物 不知道各位有没有猜出来呢 再来到1月2号 答案揭晓啦 原来是蓝蜂鞋呢 也就是1号那只小禽鸟 长大以后的模样 那下方会有动物的介绍 等于是没过两天 就可以多认识一种动物 那我们来看一下12月10号 不过呢 因为这本日历它的设置啊 就是要你一天一丝的 所以现在我没有办法清楚 让各位看到12月的动物样貌 我们就开这个小小的口来看一下 好 它是加州海兔 一种软体动物 那9号 就是它幼年时期的长相咯 那5月30号 是台湾大超行虫 我个人其实啊 对于昆虫 爬虫这种动物 没有什么太大的好感 不过呢 这本的插图 不会画的太让人不舒服 这一点值得称赞 那往回看啊 29号 就会是六年时期 我想应该是个肥肥的毛毛虫吧 那这里我们也翻个几页给大家看一下 这本日历啊 它没有设置月份的页面 一个月结束之后 会直接接到下一个月份 整本日历撕完 你会认识到183组的动物亲子党 看一下小时候 和长大之后的样貌 可以有多大的反差 还可以在上方 农艺日期的右边 发现80多个 关于动物的节日 我觉得这本日历啊 除了插画很可爱之外 还具备了教育意义 而且它们这个品牌 是长期致力于动保观念的推广 所以在休闲 聊宇的私日历的同时 也很适合亲子来分享 就算是全部撕完 也可以保留下来 当成小朋友的课外读物 都是不错的做法 我们来看到这本 这本是2023国风日历四季风物 我们来看到星墨这个品牌 我从虾屏上面看到 觉得是蛮有喜庆感 而且价格很合理 封面是这种雾面的纸和烫金 写着东方美学征选 那我们来看一下内容物 直接可以看到日历 还有它的底座 是包在一起的 底下附一个玫瑰金色的小扩环 那底座是比较厚的卡纸材质 摆起来应该算是蛮稳的 封面的图样形象 我个人很喜欢 充满喜庆的颜色 也很适合放个古风人物去搭配 比较可惜的是 因为还有打洞 所以这边看起来有一点点的斑驳 那整体日历是完全散开的 纸质是我们常见的书写纸 最后面还附上几张备忘录的纸张 整体版面就是一般的排版 来看一下元旦 上方大大的图样 是封面图上的古城楼 还有贺 下方是标注日期 那其他页面也会搭配古典诗词 那这上面的图样 我觉得佳人和燕郎完全都可以搭配 好,我们直接翻12月10号 哦,是很有气质的紫色版面哦 下方的作品 是我没有读过的花心动漫 来看到这边 软这个词 它的意思比较像是迁就 我是已经很久没有看到这个词了耶 再来看一下5月30号内容 是花蕊夫人的公词 花蕊夫人是后蜀的末代皇帝 也就是后蜀后主梦场的妻子 那这部作品的内容很多 是由超过100首诗所组成的 不过我之前没有仔细看过 所以还没有办法详细的解读它 那这一天节目的部分 比较像是在讲说 这一处宫殿的建筑样态 好那接下来我们再来一起看一下 古色古商的几页吧 总结来看 整本的配图是走古风路线的 很适合剪下来做手杖的拼贴 那至于它引用的诗词内容 我才翻几页而已 就可以感觉到 我的阅读量非常的不足 我还会再努力的学习精进的 来看到台面上唯一一本 是以书籍方式呈现的这一本 是2023的故宫文物日历 去年我们有获得一本太空相关的日历书 今年同样也有一本 是来自故宫的典藏文物日历 封面隐隐兔年 在书标这边是放了送代作品中的小兔子 那首先 这里会先告诉你每一页的排版设计 每个月也都会有月份的主题飞夜 侧边这里有颜色的区隔 可以让你比较好找到月份的位置 以元旦来看的话 左边是宋代的日历 右边这里上方有西元日期 左边有农历的日期 右边偏下方的小字 是要告诉你中间的元旦 是出自于什么样子的碑帖文字 画面的下方是在讲左边文物的故事 同样我们来看12月10号 左边是清代徐扬的画作 从说明这边 可以得知道 这是为了要帮乾隆皇帝祝寿才画的 那中间这个大大的十日 是出自乾隆皇帝的儿子 也是嘉庆皇帝的兄弟 爱心觉罗永心所写的 那根据史书记载 这一位成亲王很擅长书法 再来翻到5月30号 这一天的文物是商朝的寿面文月 月是一种长得有点像斧头的冷兵器 那中间的30是晋朝王毅的书法作品 这位王毅呢 他是王希芝的叔叔辈 好我们再来就随意翻个几页给各位看看 总结来说 这本日历整体具备了书画、金玉雕刻、器具等不同的文物类型 可以把数十、数百到数千年的古文物 用现代化模式重新的活化它 等于是让文物拥有多元的新生命 如果您对于历史文化 又或者是对于故宫的文物十分感兴趣 这一本会是蛮有质感的收藏品 好我们来看一下学弟赠送的这一本 2023国际观察力 由敏迪选读所推出的国际观察力 在2022年的版本是以单独介绍各个国家为主 到了2023年是分析全球各国在世界的局势 感谢我的学弟赠送这一份礼物 好那外壳配色是基本的黑白灰 和那一种看起来很高级的金属银蓝色 是不是有一种太空科技感呢 打开盒子之前我们可以看到的是 在战争与后疫情时代 我们持续飞扬 确实啊 近几年疫情和战争是深刻的影响全球趋势走向 好打开来看一下 哦有一个影片观看的兑换码 再来是纸板地架 灰色的后纸板材质 下方还有配小扣子 日历的内页呢使用的是化堪纸材质 配有两个小吊环可以使用 底下还有小索引 内图和小贴纸 最本来看到的是1月1号是今年的欢迎词 下方QR code会连接到官网 里面会有每一天对应的文章可以阅读 12月10号的话是圣路西亚的国旗 这里会和大家介绍圣路西亚的国旗故事 像是颜色组成 金黄色是阳光和繁荣 黑白色分别代表黑人和白人文化 象征着黑人脱离了白人统治 也和白人的文化融合 那三角形的形状代表的是圣路西亚的两座火山 好 5月30号是介绍波兰共和国 有国土面积、人口数等基本资讯 那介绍内容的切点呢 是先以恶物战争当中波兰的立场来出发 后续再点到目前所面临的挑战等等 每一天的国际资讯都十分多元 让人会忍不住要去品味其中的故事 基本上整本热力的文字有超过10万字 会谈到各国家地区 在战争和疫情当中所面临的情况 比方说通膨和能源危机这些内容都会有 还有各国会怎么样的去面对和处理 如果很想要了解国际趋势 但平常没有时间可以详细的关注的话 就可以试试看每一天抽时间阅读这本的一个议题 我一定要注意的是这种时事趋势内容 在你观赏的时候 国际情势可能已经有发生其他变化了 所以除了这本之外 如果可以有网络版本的不断更新资讯 就会更完美 这本是历史相关的 叫做2023每天都想使首司日历 喜欢读有趣小历史的朋友们 可以来看这本 网红Hook所推出的每天都想使首司日历 舒克封面是这种比较偏复古的颜色 那这种插图风格在日历里面 可以算是比较少见的 日历前身之后 下方还有一个小底板立架 纸板是蛮厚的应该蛮耐用 封面是一种雾面的质感 整本日历是用胡头做法 收缩膜的包装方式 最后面还有附上几页的笔记页面 打开来看 第一页是月历版面 我们来看一下它后面的排版 上方是日期 左边有农历 下方的文字 对应到历史上的某一个元旦日 那这一天呢 是台湾的统一发票启动日 你看这个图案哦 很像是Hook本人在拿发票吧 我们直接翻到12月10号来看 这一天讲的是1868年的小故事 当时全球第一个红绿灯在英国出现了 它的图案搭配就是小猫和一个长得有一点像铁路信号灯的秀气灯座 5月30号所讲述的是圣女贞德被处以火行的日子 她是法国的民族英雄 在英法百年战争里面具有兵权 最后是被英格兰当局判处火行 是在法国行刑的 一直到现代呢 都还蛮常出现以她为题材发想的音乐或戏剧作品 这本日历啊 我切成两个层面来说 单重美感来看的话 它的排版很简洁 插图的风格很可爱灰鞋 颜色偏向莫兰迪色系 带有一点灰阶感 是蛮顺眼的设计 内容上呢 每一天都可以知道一点历史上当天发生的事情 而且内容不只是有台湾的近代历史 还可以对应到全球的近代或古代小故事 可以当成无痛疏压读历史的枕边读物 一整本翻下来 光是搜集资料 还要定调每一天的图文概念 就可以感受到这本日历 她真的投入了十分满分的经历 我们来看到边边这边有一本很漂亮的日历 她呢是2023方向力 这是一本周边产品CP值很不错的日历哦 它有这一种现装的笔记本 还有滚竹精油组 日历的盒子啊 是我很喜欢的奶油皮纸盒 印着淡雅的标题和图案 看起来就非常高雅 那里面我们可以看到有一张小卡片 还有电子版的兑换券 再来就是日历的本体咯 是蓝色打底搭配银色的花 还有烫玫瑰金色的字 好像帮这本日历提高不少价值耶 贵气又不俗气 那拖到这一层屏呢 一本优雅绿色的日历就出现啦 这个色系 其实蛮符合芳香力当中 会出现的那种金油还有草木的感觉 那这个外层 它其实也是一个架子 它是瓷溪式的纸架 上面有这种金属的小扣子扣住 看完介绍的几页之后啊 一个月份页就接着出现咯 原来这一天主角是田城 中间是田城的黑白线稿图件 下方还有介绍 以及它所对应的行星能量 还有这种气味的特色 芳疗功效 以及情绪的解说 那页面上方是当天日期 右边会有从书本中 加入出来的句子 那我们来看一下12月10号 是不是也如此有格调感呢 不过碍于这本日历的装订方式哦 你还是要先把前面撕开 后面才比较好阅读 所以我们一样透过这个搜酒酒 大家会看一下内容 这一天是苏门达拉安息香 它的功能是抗呼吸道感染 刚好近几年啊 一直受疫情的影响 呼吸道确实是需要好好照顾的 再来回到5月30号 这一天是我们日常饮食当中 会出现的紫苏 它对应的行星是火星 每一天对应一个行星的设计 真的很得我心 这个设计呢 是基于远古的巴比伦历法 是每七天一个循环 对应到七大行星 比方星期天是太阳之日 所以会选择很光明的太阳药草 也对应到的 在需要恢复精神的时候使用 那星期一是月亮之日 需要的就会是修复 复卫人心 那星期二三四五 分别对应的是火星 水星 木星 金星 宇宙是热血冲刺 学习思考 建设拓展 美丽和魅力 那星期六就是土星 对应的是自我进化 所以芳香丽娅 在一年365天当中 让每一天的药草 和星辰能量做搭配 所以这本日历 不是只有排版优雅 以及适合手上拼贴的植物而已 最重要的 是它具备相当丰富的 精油 药草 芳疗之士 就能这种植物闻起来 有什么样的味道 它也会尝试用文字来形容 吃完程度非常高 内容搭配十分用心的日历作品 好啦 以上就是我们今年的 2023年新年日历开箱影片 不曉得各位 在新的一年 有没有选择日历来陪伴你度过2023 又或者是 这一期的影片 您有没有特别喜欢哪一本呢 如果您有任何问题的话 都欢迎在下留言告诉我们 今天一年祝福大家新年快乐啦 下期影片见 拜拜